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在YouTube频道AO中 邀请了两位分别从事警卫工作 25年的郑盛明和14年的杨泰日出演 两位呈保护HESO-D 防弹少年团Seventeen Gfriend 宇宙少女 Twice等IDOL 两位警卫分别回答了网友的问题 当中郑警卫爆料 杨警卫是Twice的粉丝 在Twice演唱会负责摇滚区 连厕所都不去 杨警卫表示 我很苦恼 多嫌也漂亮 Momo也漂亮 怎么办 之后有网民问到 美国警卫在网上表示 BTF西敏是他看过最漂亮的男人 很好奇韩国警卫是怎么想 两位警卫在疫情之前 都分别在防弹少年团演唱会工作 两位表示眼睛真的是艺术 在休息室时会看到素颜 不管是身材还是皮肤都很白 非常性感的魅力 真的很漂亮 被问到爱朵中谁的品格最好 警卫们也曾和妈妈木工作 杨警卫表示 妈妈木划沙真的善良 在吃尘 把尘脱皮后分一半给我 郑警卫则表示 松乐也很善良 经常分东西给我吃 让一旁的杨警卫搞笑的表示 哈 松乐小姐没有给我 松乐小姐 让现场爆笑 之后也提到NCT Dream忙内 志诚也很乖 当时我们是直接自己去拿午餐 因为我们正在工作 志诚直接把便当拿进来 边问 请问肚子饿了吗 边把便当分发给我们 年轻人真的很善良 我们下期再见